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在想 我在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颜皮林和颜皮林是十岁和八岁 我们一直觉得她就是小孩子嘛 就是觉得他们是我们家最小的小孩子 那这个小妹妹出来以后呢 三宝宝出来以后呢 这两个姐姐呢就突然好像在 就是长大了 就突然成熟了那样 其实我们并没有期待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 可能是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说当有更小的生命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在这个真的在家里面做事情上 还有他们的意识里面 还有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都觉得他们是大孩子了 所以真的我觉得很奇妙 当我看见他们的服侍这个小妹妹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在想到什么 我在想到就是赵忠泉牧师经常讲说 天然的和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天然和属灵 你要从天然里面去体会那个属灵的事情 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我们重生堂刚建立的时候 树里聚会点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两边小组弟兄姐妹 就是初创的人员 都是那个时候在主堂和在新生堂 也都像小baby一样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 就是不管在植分上 在生命上 在服侍上 其实都蛮幼小 就像颜沸莲莲恩一样 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呢 组建一个新的这个家 这个家里面又不断有新的这个生命出生 在小组教会也不断地有新的弟兄姐妹 新生的婴儿出生 那我们弟兄姐妹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样 好像成熟了一样 或者说正在迈向成熟 这个感觉很相似 就是昨天前天 去年可能还在教会里面被服侍啊 被关爱啊 然后今天有了新的这个属灵的baby 大家就不管是在服侍上面 在生命上面 在这种意识上面 对自己的定位上面 好像就一下进入了一个 迈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况里面 就从属灵的孩子 就变成了属灵的兄长啊 或者是父母亲啊 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服侍的 都特别有体会 我觉得特别有相似之处 就是当一个新的生命孕育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爱 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 虽然我们可能做得不好 但是我们就开始就像一个姐姐 或者哥哥一个兄长一样 在我们中间在操练在服侍 所以我觉得这一两年我们重生堂弟兄姐妹走过的路 就是像是这样子 虽然可能做得不好 虽然言评连分可能很多事情 他抱孩子啊 或者怎么他做得不好 但是在父母的心中 他们真的是成长 真的在成熟 真的是在改变 真的在成熟 我觉得这个很 我很有感触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为我的两个孩子感恩 我也特别感恩就是我父母亲啊 就是因为我生老大老二的 我生的每一个 我父母亲都在这里 就是都跟我们在一起 在就是帮助我们在带领 那前两年 前两个孩子呢 那个时候他们是六十出头 现在是七十出头 已经过了十年了 十年八年了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当我们家有个新baby的时候呢 这两个姐姐是成熟了 长大了 但是我们的 我们外公外婆呢 是年轻了 因为他们一看到这个新的baby 一抱她服侍她的时候 就充满活力 哎呀就是笑容满面 就是使她年轻了 所以真的是 当新生命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这个 年长的在灵里面 我们也被搅动了 也年轻了 真的觉得很奇妙 很感恩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作为我们新移民的家庭 不是每一个家庭 你生孩子父母亲 都肯定能在身边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这有个感恩的心 就是感恩我的父母亲 在这里 能够一起来就是帮助我们 我也很感恩严斌 就是我们弟兄真是 他一直以前跟我说 我的爱是在行动上 他爱的接触点是 服务的话 什么言语 是不是 这个离灰最知道了 服事的言语 是不是有一个吧 服务的 不对 服务的行动 对不起 说错 服务的行动 服务的行动 真的 我这次真的是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 我跟严敏走过来 就是不管是在服事上面 在我们家庭 包括在他的事业上面 经过很多高善低谷 也经过一些共同一些的困难 也经过很平顺的神的带领 我觉得我们俩的这种 彼此的体谅 互相的这种爱 就是彼此的这样的扶持 真的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成熟 非常感恩 这次我就说 他就像打两份工一样 白天打一份工 晚上回来再打一份工 因为我 尤其在月子里面 因为这个伤口比较疼 所以基本上晚上起来 不管两次三次 都是他起来 换尿布 有时候喂奶粉 爆啊怎么样 我真的是很感谢主 真的非常感谢主 我觉得真的是 看到弟兄身上 有一个舍己的心 因为他其实是很累很困的 但是后来 我稍微身体好一点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我们俩有时候晚上 就是我起来 他说我起来 我起来 真的是彼此体谅啊 彼此都是希望 对方能够多休息啊 我觉得这种爱 真的是很感谢主 非常这种舍己的爱 因为对弟兄来说 那么辛苦 他有时候早上 都迷迷糊糊的 但是还是那么 去坚持去上班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们也是 非常的彼此的体谅 彼此的心疼 他有时候回来 他自己也是腰酸背痛 但是他给我按摩 哎呀我觉得 真的是从这些小事情 小的这种细节上 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三宝宝 真的是非常蒙福 哎呀我还不知道 你坐呢 我还想我 就夸你一段 你没听见 好可惜 所以三宝宝很蒙福啊 真的是就出生在 这么一个充满爱的 一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家十口九口人 充满爱的 这个大家庭里面 所以他也很好带 他灵里面呀 很平安 也很喜乐 他基本上除了 饿得很厉害以外 他从来不哭的 所以非常的平安喜乐 我那个上次 baby shower的时候 我也就说就是 他是很蒙福 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教会都在 等候神啊 敬拜啊 赞美啊 所以他在孕育的过程中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神的爱的这种 这种氛围里面 所以他现在 也就特别对 那个等候神的音乐 就是他有时候 睡不着的时候 只要给他放那个 安静中的大能 他马上就有回应 然后就到处找 然后就呼呼地就睡了 所以真的是感谢神 这个灵里面 是充满了 从神来的这种喜乐 这种平安啊 所以这个孩子 是非常好 但很有福气 灵里面很平安的 所以真的感谢主 我就是家庭的里面 真的很感谢 我也想到就是说 我们的教会 在这一段时间 看到神的带领 神的这个工作 我们这很紧密的时间 就有两次的特会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特会 都是很重要的特会 所以我相信神也是在 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 每个家庭 每个小组 也都有不同的气象 我们的教会里面 都是进到一个新的 属灵的季节 也很感谢 土海弟兄 这么长时间 在负责教会里面 就是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付出 我想我自己呢 就是 我很少 除了这三次生产 以外 很少就是 能够安息下来 有比较长的时间 能够安息比较少的 一点的外面的服饰和工作 多一点 我想这个是神 给我的这个时间 要好好的在使用 今年刚好又是 5775年是双重的 祝福 双重的安息 双重的恩典 都是双重的 所以双重的安息 对我也很适用 双重的安息 就是在减少 教会的服饰的 这个同时呢 我觉得这一个半月 对我自己来说 很有意义 就是 我觉得不管是在 就是 因为在一段 比较长的 安静的时间里面 安息的时间里面 因为减少了外面的忙碌 和很多要做的 工作的时候 我们 我真的是有很多的时间 像陀外丁讲的 就是来 面对神 在神的面前来安静 来反省 来光照 来 就是来回顾过去的 一段的时间 也看看今天神的带领 因为难得有这样 这么长一段的时间的安息 难得有这么一段的时间 我觉得太宝贵了 真的对我很有意义 所以神也光照 我自己的生命 还有教会的服饰 还有我们现在 整个教会的带领 让我能够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最近视力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 看那个小屏幕 不是特别好 所以就很多的是听 所以那个两次的特会 因为没有在现场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特别地去 来听这个信息 所以基本上 这些信息都听到两遍三遍 就是在 对不起嘴巴有点干 就是在慢慢地听 慢慢地体会 我觉得反而好像 因为当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听到这个特会了 但是因为我在家 所以我很怕错过一些信息 怕错过没有听到什么 所以就格外特别地 就是用心地去 去来听这些信息 好 谢谢 所以就是 不管是赖牧师的 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特会 还是尤其是后面 这个心腹的特会 就是特别留心地听 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神 也是在生活中的一个事情 让我有一个感触 因为这次的 这次的特会呢 就是 就是进到一个新的属灵季节 我觉得这个信息可能 对大家 对于我 都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一直从11年开始 就是讲到心腹嘛 但是最近从这个特会 我们就讲到普人祭司 其实不管是这个词 还是它背后的含义 对我们来说 可能都蛮新的 我就想 哇 新的属灵季节 神就提醒我 我在生产以前 是四月份嘛 四月中旬 那个时候还是春天嘛 那时候春天 而且那几天 我记得好像天气还挺冷的 还穿得比较多 那时候感觉是春天 然后等我生产结束以后 等我回家坐月子 因为都没有出门嘛 最近这两天才出门 突然就觉得怎么 季节不对 已经变成夏天了 就是很 就是一下子就很 很难接受这种感觉 就是 谢谢苏珊 突然就改变了 进到另外一个季节 我就觉得我有点 好像跟不上这个季节 我就想 可能每天 大家在外面 可能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真的 如果你就是没有出门 然后你的意识还在春天 但是你一看这个实际 你的温度啊 各方面 已经进入到夏天了 我就在想说 其实鼠灵的季节 可能也是这样 也许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能 还沉浸在上一个季节 就是 我觉得我们还在春天 刚刚开始 怎么就进入夏天了 其实季节 不是以你的感觉 为转移的 他就在 按照他的时间表 再往前走 但是 我就想 那我出来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应该穿春天 我应该穿多一点 我应该穿夹克 怎么 但是 我就想 是我要来适应季节 不是我还继续 活在我这个季节里面 所以我真的是 从这个呢 我就感受到 就是说 在鼠灵的里面 也是一样 我想这个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弟兄姐妹 可能家里 个人 我也听到 就是可能也有经历 一些事情 或者我们的小组 也有些经历 或者我们的教会 从一个春季 进到夏季 可能也是要这么一个 过渡 一个适应 或者是要能够进去 或者没进去 或者还站在 这个两个季节的 交替的地方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坎上面 不知道下面 这个新的季节 意味着什么 所以 我就在想说 我们跟上神的 这个季节 是我们应该做的 神不会把他的季节 停下来 等着我们 完全地ready了 你觉得应该 进到下个季节 才进到下个季节 所以我就 就是这些 不管是这些信息 还是神给我的 很多的一些光照 感动 我就是在主的面前 有很多的 一些的 一些的 等候的时间 询问的时间 或者是快跑的 跟随 我想弟兄姐妹 因为你们都参加了 这两次特会 而且 你们每周的 这个小组聚会 都有在讨论 都有在分享 这个应该 大家都比我 跑得更前面 我想大家也都 各样有体会 所以除了教会的 这个属灵季节 可能我们每个人的 生命中 也许 可能也有人找到 新工作 或者有些人家里 家庭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学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是 在服饰 有什么样的变化 也可能是进入到 一个新的季节 可能这个季节 对你 可能有点措手不及 或者是你很期待 或者说你有点惧怕 但是 我觉得神 已经把我们往前带 我们就要 拉着神的手往前走 所以 神拉着我们的手 往前走 所以我就 我就在想 就是说 现在是六月初吧 现在是五月底 六月初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 我们弟兄姐妹 都经过这个春天 经过一段时间 在心腹的这个里面的操练 可能我们 就像刚才 图海底兄讲的 还不觉得自己很成熟 或者很ready 或者说我已经 对我已经完全地掌握 我已经进入到 这个心腹的生命 我可以往下走了 但是 就是带着我们这样一个 还在成长中的生命 我们也要往下来走 因为我们在往下面 一个季节走的时候 我们前面这个季节的神 还一直在给我们补足 一直让我们在不断地成长 所以我自己个人 我们的家庭是 要进入到一个 有一个新生命 小baby 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 教会整个属灵 是要进到一个 就是从心腹的生命 进到仆人祭司的 这样的一个使命 和这样的一个国度的 就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季节 我想这个才刚刚开始展开 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可能你在夏天 神也给你一些的带领 一些的事情 一些新的服饰 一些的新的状况 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个大的 新的属灵季节 或者小的 新的属灵的季节 所以过以后我想也想 听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 是不是觉得 在你的生命中 有什么新的 这样的一个季节 正在发生 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我们有没有是 怎么样的跟上 就是让神带领我们 一起进入到 这个下面一个季节去 因为神说 我们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所以当我们跟神 一起往前走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我们 下面一个新的季节 足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跨进去 好 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主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